首先就第一个问题来说 就是拜登跟习近平 已经是好几次的会面 这个通话 我觉得就是说 目前基本上整个世界局势 是好像俄乌战争持续的在僵持 看起来好像俄罗斯略胜一筹 在这个时候 中共可能他的声量 或者说他的企图 相对里会比较突出 特别的明显 所以在这一次的 这个拜习的会晤当中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估计大概习近平 会提出至少三个抱怨 然后会有两个要求 那么第一个抱怨 就是继续的把这个 俄乌战争的责任 就往美国那边去甩锅 依然会强调说 就是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里面 由于忽略了俄罗斯的安全的需求 以至于对俄罗斯 是采取一种提油家火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 根本就认定美国是 俄乌战争的一个幕后的黑手 所以我想他一定会 再度的用这种方式来指责拜登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最近台海关系的紧张的情势升高 所以他一定就是会在指责美国 不断的在虚化和掏空 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是最近在中共的各种媒体当中里面 不断指责美国的 比如说是不断的去派许多的国会议员 或是前政府的官员 到台湾来进行所谓的串联 或者进行一种拜访 特别特别是 现在媒体已经报道出来说 佩洛西就是佩洛西 美国第三号的政治人物 极可能在八月到台湾来 我想这件事情是一件空前轰动的事情 它来与不来都会对台海美台中三变的关系 造成一种正当性的影响 那么第三个抱怨就是说 继续就是说延续在金砖会议的时候 对美国的指责 就是指责美国就搞这个所谓的霸权小圈圈 搞这个长臂管辖 那么也会连带的去谴责美国 不断的用制裁的手段来这个 也就是说中国反对制裁 美国不断的用制裁的手段来解决国际的争端 还是一样继续的强调所谓的沟通和对话 那当然了沟通与对话 那习近平为什么不去跟普京沟通对话 尽早来结束俄乌战争呢 所以我想基本上我想他会对拜登 习近平对拜登会提出三个抱怨 同时他也会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就是说要求美国 那么这个停止所谓的脱钩战略 脱钩战略停止对中国的贸易战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要求美国 把美中关系带回正轨 我想这是王毅这些日子以来 不断强调一点就是美中关系的恶化 始终是美国要负最大的责任 甚至是唯一的一个责任 所以因此所谓的解铃还需细铃人 他们一定习近平一定会要求拜登 把这个中美的关系 从一个偏离的轨道要拉回到正轨 这个是所谓的三个抱怨 两个要求 至于说您刚提到就是说 Pelos以来台湾这件事情 它来与不来都会造成很不同的一个效果 我认为就是说 既然说Pelos的亚洲行政已经公布出来了 而且它这个行政本身它是一种套装行政 也就是说它先去日本 然后再到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新加坡 那么除非它是整个套装行政取消 否则你既然出行了 然后又刻意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把台湾给剔除出去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什么叫做美台关系坚弱磐石呢 而且这个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各个蒙邦本身的信用 会造成一个激进破产的一个作用 那么当然如果来的话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中国气急败坏的跳脚 甚至做出了史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严厉的一种恫吓 甚至包括就是说一向以古洞两岸台海战争 古洞两岸仇恨的这个胡锡进 他是靠这个维生的了 那么他甚至说是要派解放机来扮飞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 那么如果说是中共解放机真的要扮飞的话 那个佩洛西的坐机它是一个象征了美国主权的行政软机 一定是由美国的军机护航 那么如果真的是中共军机要扮飞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 美国到底是用空对空的飞弹 把这个解放军机击落呢 还是用一种强制距离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 我觉得这样佩洛西的这个行程 事实上是扮演一个叫做真心话语大冒险的这样一个剧本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所谓的chicken game 就是一个洛基游戏 就是在一个对撞的情况当中里面 谁要是最胆小谁就会出局 所以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戏码 当然我们希望说佩洛西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 如果万一他不能来 我们也不用觉得沮丧 我们下次再来 如果他来我们就飞机升空 迎击欢迎他到达台湾来 因为佩洛西之行代表是美国对台湾的一种承诺 也代表是他对于整个亚太盟友的一个承诺 他来与不来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 那团队问题请教 明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你的问题应该是分成三块 第一块就是拜登跟习近平开会 拜登要什么 第二块是习近平要什么 第三块是刚才宋老师说的 那佩洛西来或不来 那对刚才讲的这个拜期会呢 其实是什么影响 其实是三个问题 我们就从这三面来看 第一 拜登要什么 照理说他们已经开会几次会了 现在你说什么特别人要开会 那就要问说这段时间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使得他需要再跟他见面 应该就是简单说旧选情 因为现在经济太差 然后通膨上去了 当然失业率还不算太差 但是民调越搞越糟糕 连最挺他的这个内台呢 他民调也只有38% 39% 比较就对他批评的那些台呢 大概是33%甚至在低一点点 他也知道这选情不好 所以他想要拉选情 这是最主要的考量 那么再仔细分下来 影响选情的呢就是物价 物价当中主要最具体的呢 就是油价 也就是这个老百姓经常开车出去嘛 然后加油 你每次一家呢 有一大便抬头看的数字 你心里就跳下 所以你怎么能够把这油价降下来 是很具体的 那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就是上次他们通话 到现在这段时间 他现在最关切的就是 我到你年底选情怎么拉上来 所以拜登要的是 我如果跟他通话了 不管是见面或者如果通话的话 那看看他能帮我什么 最好就是 你不要帮俄罗斯 你讲清楚 我们跟你讲了这么久了 你都是好像说 说又说要帮忙 说我不会帮俄罗斯 然后我来帮帮你们 但是好像又没有做到 所以美国很希望 你如果能够明确的告诉我 或让我明确知道 那让我很放心 好 这是第一个他要的 第二呢 我们听说 美国会这样讲 我们听说 你用某些公司绕开这个制裁 卖了这个俄罗斯晶片 听说卖了上千亿 那数字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新闻这么说 美国就是他一定掌握了什么东西 所以他会要求 你不可以再绕过去卖晶片 现在是这样很尴尬 美国如果真正抓到的话 他也不一定敢讲出来 尤其不一定敢公开讲 因为公开讲叫翻脸 你现在是不是准备 同时跟俄国跟中共翻脸 美国得考虑一下 所以他说 美国知道中共这事情 为什么不掀出来 那个不掀出来 很简单 因为他现在没办法全部翻脸 他有太多地方跟中共 应该这样说 你我是互相勾连的 然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对我有依赖 我都有依赖 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叫做互赖 互赖程度这么高的时候 很难撕破脸 跟俄国撕破脸你这么困难 跟中共撕破脸更加困难 所以这是今天那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你中共跟俄国卖人都便宜石油 所以这个部分你是不是得告诉我 你还要不要这样买 然后你这样等于是帮助他 中共当然反驳 中共说你们不可以跟他买天然气 不是买什么吗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买石油 所以这地方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最后一点 我猜美国想要的就是 希望说能够说服习近平 或说服中共方面 你看怎么样子对普京去施压也好 说服也好 叫他尽快停止战争 因为这个才是现在 美国用来对付这个通货膨胀的 他认为最有效的一招 其实我们都晓得是因为 是民主党的大基建 导致了这个财政赤字的上升 然后之后推升了这个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好 所以这第一个 这个是这个美国要什么 第二习近平要什么呢 刚才宋老师就讲 他现在念头当中重中之重的就是 我现在一定要把二十大开好 第一 我的人全部上去 第二 我得连任 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 然后第三 二十大得基本平稳地开完 虽然按照中共党史 他们的大会基本都是平稳开完的 要斗争都是会前会后斗 很少在会上斗的 但他还是必须提防 不能有任何差错 这第一个 所以如果这个是他主要考虑的话 那么美国说来跟我谈 我就想 我要帮你吗 那这样子 除非我帮你这件事情 对我二十大这事有帮助 那这样子我才做 否则我是不会做的 好 那现在就要谈到 既然你要找我讲话了 我们不是随身的讲讲 你跟我要东西 我要跟你要东西 刚刚宋老师已经谈了一部分了 我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第一就是改善美中关系 刚刚宋老师也提到 美中关系这是可以搞坏 就是因为川普时期一部分 反华反共势力开始搞起来的 然后你们程序了这东西 所以现在告诉你们 责任都在你们那里 解铃环去系铃人 刚刚不是说了吗 不搞围堵 你们不要再围堵我了 这是第一个 改善美中关系 第二 降温贸易战 取消关税 取消的越多越好 再来取消制裁 第三 恢复交流 哪些交流呢 科技领域的交流 因为我很多东西不如你们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还需要跟你交流 当然他打的招牌 一定是合则两立 然后交流大好 他一定这样讲 但实际上小的就是 中共从美国里面得到多 美国从中国里面得到少 第一 交流 第二 人才的互访 因为交流很具体 就要派专家出去 你现在美国对我的很多专家 签证什么卡得死死的 那甚至有些人 把我赶回国了 那这些我都很关键 在你关键的这些研究单位 军事单位 或什么地方 什么这些医学单位 甚至商务部门 我都有很多人在这里 那现在我的人 是不是能够回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部分就是 你不是关了我领事馆吗 那为了报复 我也关了一个领事馆 那咱们如果说关系要比较正常的话 是不是先把领事馆恢复 但是你得先来 因为是你先关我的 所以你先关我 你先表态了 然后我就呼应 为了改善关系 那我们也来重开什么的 那么也就是这三个 再来一个 他们会提 但不一定会产生效果 就是美台关系 你看到这次裴洛西访问 中共方面几个方面 出来讲都是 美台关系要停止官方关系 所以他们现在 中共希望的 第一就是美台关系降温 第二美台不能有官方的往来 因为你答应过非官方 美方可以讲 我当初答应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 你不得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你天天看飞机去渭合台湾 所以你改变前提 我可以改变前提 那美方也可以答复他 但中共要的是非官方关系 第三个就是军售 你军售是不是回到巴西公报 虽然你已经破坏这么多次了 但我还是希望回来 因为毕竟有公安在这里 再一个就是 美台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这个你得降低 所以我再说一次 中共的考虑是 对我有帮助 有把握 我才干 佛路我是不干的 好 那第三个问题是 陪洛西访问台湾冲击不冲击 我先说 我同意宋老师刚刚看法 不一定能够成行 那来跟不来各有优劣利弊 从中共角度来看 陪洛西又来的话一定有冲击 所以中共一定会大抗议 然后大阻挡 甚至拿这个来谈条件 也就是我晓得挡不下来了 但是我现在作为让步 让美国知道我对你作让步 那你也对我作让步 在交流啦 开门那什么地方 你也得作让步 那么他现在捏一件事情就是 我现在拜登要选举 我现在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逼拜登让他作让步 因为中共计算就是 我们过去讲过 他骗过好几个美国总统 都骗成功了 看看可不可以再骗一个 现在对中共而言 他是参考当中 参考什么呢 就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 他在参考这件事情 对我的二十大到底帮助大不大 够大的话我就干 不够大我就不干 好 那最后一点就是 大家会不会误判 会 俄国打乌克兰 原来以为一个礼拜打完 现在打了四个月 这就要误判 所以美国跟中共会不会误判 都有误判过 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呢 我们希望不要误判 那最后一点就是台湾呢 不要期待过高 因为不管怎么样呢 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战略定位 已经确定了 他来当然很好 不来呢 大概伤害应该还在 可控范围之内 所以我想我们 不要期待过高呢 可能实质上对推进美台关系呢 应该还是有帮助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